今晚深喉嚨 勇多深 劃多深 將徵兵兩萬三千一百人 很多事情我們這一屆 都是變來變去的 會覺得身在82年感覺有點衰 拿出身份證 82年自尾的大四身 原本規劃當替代役 能進修為某職做準備 沒想到政策再改 生涯規劃亂了套 當兵政是事小 政策一直改事大 有點原本計畫都被打亂了 全部兵一言再言 嚴明擔任國防部長時 就將原本一百零三年規劃 全募兵的時程延到一百零五年 沒想到今年政策誘改 便82年次得徵兵二點三萬 83年次維持四個月軍事訓練 不只82年次的應屆畢業生受到衝擊 就連83年次 暑假在實習的學生們也很擔心 本來實習完 就準備替未來工作準備的計畫 明年又翻盤 那如果到明年還是 大概這個時間忽然更改的話 會讓我們就是求職 或是去找工作 會變得很麻煩 軍方保證83年次 接受四個月長輩兵 軍事訓練不變 但現在的信誓旦旦 對比全部兵制一變再變 難怪學生們面對未來 不確定性這麼高 記者 張凱亮 嘉遠 台北報導 記者 張凱亮 台北 我們要做什麼的感覺